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通用 HORS加热器控制电路高 足以传感器2日产 加热氧传感器HORS 两足以加热器电压高 这是什么意思 此诊断故障代码DTC 是通用的动力总成代码 这意味着它适用于配备OBDR的车辆 包括但不限于丰田、大众、福特、稻奇、本田、雪佛兰、现代、奥迪、日产等 具体的维修步骤可能因型号而异 带加热元件的氧气传感器在当今的发动机中很常见 PCM动力总成控制模块 使用加热的氧气传感器HORS 来确定排气系统中的氧气含量 PCM使用从Bank1、RHORS获得的信息 主要监视催化转化器的效率 该传感器的整体是加热器元件 在OBDR之前的车辆中 氧气传感器是单线传感器 现在更常见的是四线传感器 两个专用于氧气传感器 两个专用于加热元件 氧气传感器加热器 基本上减少了实现闭环所需的时间 PCM控制加热器的开启时间 PCM还连续监视加热器电路 是否存在异常电压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 甚至是异常电流 根据车辆的制造 氧气传感器加热器 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之一进行控制 1.PCM直接或通过HORS寄电器 直接控制向加热器的电压溃送 并且从车辆的公共接地提供接地 2.有一个12V保险丝电池溃电 必加可在点火开关打开时 随时向加热器元件溃电12V 并且由PCM中的驱动器 完成加热器的控制 该PCM控制加热器电路的接地侧 找出哪一个是重要的 因为PCM在各种情况下 都会激活加热器 如果PCM在加热器电路上 检测到异常高压情况 则可以设置P0038 该代码仅止氧气传感器的 加热电路的一半 症状P0038 DTC的症状 可能包括 没有故障指示灯 照明可能没有其他症状 原因引起P0038代码的 潜在原因包括 酷1RHORS故障 加热的氧气传感器 加热器控制电路中的开路 12VPCM控制的系统 加热器控制电路中的 B加电池电压 短路12VPCM控制系统 开路接地12VPCM控制系统 加热器控制电路对地短路 在PCM地面控制系统上 可能的解决方案 首先目视检查BANK1RHORS 加热的氧气传感器 及其限数 如果传感器损坏或布线损坏 请根据需要进行修理 检查接线进入传感器的裸线 这通常会导致疲劳并导致短裤 确保布线远离排气 修理接线或必要时更换传感器 如果一切正常 请拔下BANK1RHORS的插头 并确认在关闭发动机钥匙的情况下 存在12VB加或接地 取决于系统 确认加热器控制 接地电路完好无损 如果是这样 请卸下氧气传感器 并检查是否损坏 如果可以使用电阻规格 则可以使用欧母表 对加热器元件进行电阻测试 无线电阻表示 加热器中存在开路 根据需要更换氧气传感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